吃货 有啊 玩家 在这 达人 这是我 我是吴宜佩 邀请你一起探索迷人的小日子 青春有主见 他们最亮眼 POP有够近 吃喝玩乐最有近 1月30号星期六的早上10点钟 欢迎再度回到第二小时的 POP有够近 我是宜佩 好我们刚刚在第一个小时 其实聊到了一位创作才子 他其实跟很多很大牌的歌手合作啊 刚刚如果说你错过了 第一个小时的节目的话 我们再帮你review一次 包括了有孙燕姿 孙盛熙 叮当刘若英 然后阿妹 邓福如 徐佳莹 林佑佳 安心雅 真的是念不完 孙卫伦 观世名品贯 还有Hush他本人 我们介绍Hush出来 好 为什么啊 到底有什么样的创作契机 因为我们刚刚前面 其实在第一个小时的时候 有review了蛮多 你自己跟大牌歌手 合作的一些作品 到底是什么样的创作 其实才能让你 踏进音乐这个领域啊 然后开始写歌词 开始写歌词 我觉得主要是 那时候帮燕姿写吧 客不乐 对 那在那之前我就是 本来是独立乐团嘛 然后就是在 比较独立的场景 可能Live House 音乐节表演 那一直是到 燕姿那首歌 开始比较 让其他的客户 客户 让其他的一些歌手 有注意到我的作品 所以就开始方便写歌 客不乐那首是词曲都是你的 词曲 对吧 因为我看了一下资料 是词曲都是你 但是你一直以来 其实对于创作 譬如说无论是曲也好 或是词也好 其实你都有自己 蛮个人风格 因为我还听了一下 你就是历年来的一些作品 其实你自己也有 譬如说在KKBOX 也有发表蛮多歌曲的 所以自己对创作这一块 无论是 你是一个心思很细腻的人 我觉得是 自己一讲 我觉得蛮细腻的啊 因为我其实不太看书 我非常意外 因为呢 我在你发了这本新书 叫做娱乐自己的 算是散文集 对不对 就是累积了你一些作品 我看到后半段 我记得是倒数第三篇 还是第四篇 我原本以为就是作词人 就是会心思很细腻 然后对于这个世界的观察 或是人间观察 很细腻的人 应该是每天会涉略很多书吧 我超shock的 没有 因为我就是 我觉得我的细腻 如果说我有细腻的 补成分的话 我觉得我的细腻是因为 我不看书 所以我势必得要 从生活当中 有很多补偿作用 就是本来可能 你可以在书里面 得到的一些 词汇啊 知识啊 等等 或感想 那个东西就会因为 一个补偿作用 你就会转而去 从生活中 很多地方寻找 是哦 我跟你完全相反 因为在我完全没有灵感的时候 譬如说 我在演戏啊 或是什么 然后或者是说 最近生活 有点焦虑 有点忙碌的说法 会想要 借由看书 就比如说 看Hush的书 三文集 然后找到一些 对于生活的启发 或灵感 所以我觉得你是一个 蛮有意思的人 因为我一直以为啦 譬如说像你啊 葛大为老师啊 陈建体老师 他们应该就是 念很多书 还是说你要抱两个 其他两个人聊 他们也不看书吗 他们也看蛮很多书的吧 是 葛大为我相信 他看很多书 我也相信 他很常在他的IG 就是po一些书的节路 他的词我也好喜欢 对 可是你是从小就 对于阅读这件事情 并没有那么有兴趣吗 我觉得好像是 因为从 搞不好15 6岁那个时候 那时候当然 你不知道什么叫做音乐圈 只是那时候很想要 就有一个模模糊糊的意识 就是觉得自己 想要往音乐的方向走 然后就越长大 就越倔强 就越想说 不管怎么样 就是一个脚趾头都好 我都要踏到音乐圈里面去 那你算是 你就是完全很标准的摩羯座 我超摩羯 你非常耶 就是摩羯会是那种设定目标 然后是会有 循序渐进 按部就班了 然后有章法的去达成 或者是接近 我觉得我好像没有那么循序渐进 你无可否认吧 我无可否认 但是我没有那个序 你没有那个序 我就是 就是一个牛鄙气 想说 不管我就是要往那里去 那种感觉 那你还记得你人生创作的第一首歌曲 我应该是高中的时候写的 那时候就乱写一些东西 那时候写的东西很无聊 我记得有一首歌叫 拖鞋先生 拖鞋有什么好写的 拖鞋有什么好写的 就很无聊啊 就是那时候 那时候是 我还日跑小姐了 搞不好也可以 对啊 是不是 那时候是 是因为陈启真刚发片嘛 然后那时候你就第一次看到一个女生弹一个吉他 然后 标榜着 创作 哲学 就有一些抬头这样子 然后那时候就想说 好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试试看吧 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物品什么的 我现在突然头脑里还有画面 我总觉得拖鞋先生可以跟小步舞曲在一起 就是穿着拖鞋 穿着拖鞋的先生 跳着小步舞曲之类 因为突然下起 清门大雨 对对对对 然后就很想要跟陈启真有所连结 所以拖鞋先生你还记得怎么唱吗 我忘记了 你有发表吗 我没有发表 太羞耻了 我跟你讲 红了之后发表什么 大家都会觉得很买单 不行 在以前高中的时候发表 大家就想说 靠你这种作品你也可以拿出来发表 可是现在红了之后不一样 因为毕竟你有跟这么多厉害的歌手合作的经验 现在拿出来随便发表 大家说 哈许我觉得你这个拖鞋先生实在太厉害了 那种感觉 你知道我就一阵一阵会就是review 重新看一下 重新听一下以前写的歌 比方说可能大学的时候 就听高中的时候的歌 就是一阵一阵的解释 然后每一次听 就即便到现在 我再去听搞不好 甚至三年前四年前的东西 其实很算很接近现在的 可是我就会觉得 好嫩哦 就是唱腔也好 或者是写的东西也好 我都会觉得天哪怎么那么倾舍 然后很嫩 就是觉得有点害羞不敢面对 嗯 就会觉得自己好像一直在打破以前的自己 嗯 可是人不都这样吗 因为我们就是随着时间不断的一直往前推进 然后遇到人人事物不同 然后我们的心境也会改变 也许是我们现在去回想说 我们三年前喜欢德国 我现在想说 嗯 诶 为什么我三年前听这首歌会有感觉 可是我现在听就是 蛤 怎么会 可能是在哪一个moment 可是也许是十年前你听的一首歌 当下你觉得还好 你现在在听你就会觉得 哇 好有感觉 代表是你年纪长大了 或者就代表那首歌真的是经典 就像我之前有聊过说 我听 我以前听不懂张学友的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这首歌 我以前真心听不懂 我只是觉得这首歌 哦 很好听 我现在在听这首歌 我觉得 这首歌聊的东西好深哦 然后虽然它是一个用叙事的方式在写 好像是一个故事 可是那个阶段 那种无奈 那种似有若无 或是那种 已经长大之后的 无可奈何的去接纳什么 好多种很复杂的情绪在里面 我就觉得 我懂了 我终于懂那个时候的大人们 为什么喜欢听这首歌 啊爸爸自己讲的很年轻很过分这样子 我前几天才去唱KTV 我就有唱这首歌 是否 然后就因为偶尔 就是我很常唱KTV 然后但这首歌没有很常唱 就是有时候时不时唱一下 但就是我就跟你讲的一样 就是以前唱就会觉得 哦他几岁做了什么 二十几岁干嘛 就只是在把那个歌唱出来 然后就是 因为他那个歌里面 就一直在提不同的年龄上嘛 然后就觉得自己的年纪 跟着那个歌一起 好像在那个歌里面 一直在长大 我跟那个歌一起在长大 然后就觉得 越唱越 虽然不是我的演唱会 可是那个歌词里面的情感 就是自己越来越可以 被渲染到 越受他影响 我觉得在进广告之前 我必须要说 你的这么多的创作 然后跟这么多的歌手合作 其中有一首歌 是我最前一阵子 约莫半年前吧 我听这首歌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我眼泪就一直狂掉 就是张惠妹的深厚 那歌词怎么可以这么的 不是那么华丽的文早去 写出一段好深刻的情感 你那时候是在什么样的状态之下 写这首曲子 那个时候其实 我觉得帮别人写歌很容易 是因为他们都会给我方向 是吗 对 那有一个方向之后 我就很好发挥嘛 所以当初收到这首歌 本来就知道是说要讲一种 设定上是讲一个很强大的爱 很强大的爱 对 本来的设定就是主要是在想要讲强大的爱 然后我们就跟歌词同仇讨论嘛 然后我就想想 我就觉得 我觉得有一种爱是不是能够强大到 就是你比方说 不管亲人朋友或家人 是你愿意让对方先走 就是你知道我非常喜欢哈利波特 哈利波特有一幕就是 邓布利多在那个国王十字车站 在跟哈利讲 那时候是佛蒂姆快要死掉 变成一个小婴儿 对 然后那一幕他就是跟哈利讲说 不要同情死掉的人 要同情活着的人 就是要怜悯活着却没有爱的人 这个台词一直被我牢牢记着 我就是很受这句话的感动 然后那时候就讲到深厚这首歌 我就在想强大的爱 就想到愿意让对方先走是因为自己想要留下来 继续的承受 比方说活在人间你会遇到的 我觉得很难 就是所以哈利强大 所以我才哭到不行 就是我 因为这首 这首曲牌就很好听 然后再配你的 你的词 是那种真的很扎实 在你身边中会出现的字句 不是那种华丽渲染的文枣 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很棒 我很喜欢 而且MV也是必死 没错 MV想要弄死谁 好不好 各位听众朋友 如果大家已经听到这个阶段 然后对于深厚这首歌 你也很有感觉 或者说你对于MV好像已经 既有那么一点点模糊 甚至于你没看过这个MV的话 赶快去补听一下 然后补感受一下hush的这个词 我觉得词太强大 歌曲当然也是 好 广告之后 我们就要来聊聊你的作品 因为这次带来的作品 是一本散文的创作集 里面有很多很精彩的 生活故事 恋爱故事 或者是一些孤独的故事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青春有主见 他们最亮眼 POP有够近 吃喝玩乐最有近 1月30号星期六的早上 10点钟欢迎再度回到 POP有够近 我是宜佩 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是 音乐鬼才hush 带来他的第一本的著作 娱乐自己 然后在我们节目现场就是hush 好 刚刚跟hush聊了 这么多你的音乐作品 然后我们刚刚在第一个小时 也有介绍 这次为什么我带来的作品 是一本 应该是 这是你的第一本的创作集 对 其实本来还有另外一本 但那个比较像是明星片册 就是有点像摄影子 我有收到 我有收到 然后我觉得那本 其实蛮过分的 因为我翻了之后 我里面有几张很喜欢 然后呢 那天我就跟我朋友 在翻那本书的时候 我朋友说 我好喜欢里面的两张 你可以送我 我说不要 我就很私心说 不要 他说那这本书很过分 那如果私下来真的 当明星片寄给别人之后 它里面可能就会缺个两页 好像你的记忆就 疑似了某一个部分 所以我就说 那我没办法分你 那我朋友说 你也寄车 那就是要再买第二本 是否 你知道有一些歌迷 他们就会tag 我就说 第一本舍不得用 我就买了第二本 对呀 因为第一本是真的 我如果说那一本明星片集 我是真的舍不得用 我连想分别人都不想 那是第一本 算是没有文字的摄影集吗 有一点点文字啦 就是帮每一个照片命名嘛 就是每一张照片 有一个形容词 那是你拍的吗 都是我拍的 就是可能以前巡演 旅行的时候 就因为我就是 会拍底片相机 对 然后就把底片洗一洗 就用成明星片 但我觉得你刚刚讲的很美 就是记忆被抽走 这件事 对呀 就是如果说那两张 他就是活生生的 在那个中心 把那两页抽走了 我就没有了耶 就譬如说你一段旅程 在你人生当中 在现阶段 那是你每一段的回忆 每一段的旅程 每一个不同的心境状态 catch到了底片的照片 而且现在会用底片相机 在拍照的人 其实不多 以年轻人来说 所以我就觉得 如果那两张被抽走 那就是没啦 我觉得这个idea很美 对呀 那就给别人啊 没有啊 我就很私信 他跟我要 我就说我不要啊 所以其实你是对于影像 也很有感觉的人 其实我都乱拍啊 哪有啊 你那样乱拍也可以出书 就是说我很兴趣 不会不会 就是我觉得拍照 我觉得拍照这件事情 我还蛮不负责任的 就是 像对于记忆被抽走这件事情 就是我在拍照的那个当下 我就会觉得拍完照之后 我在对当下的 那个场景的那些回忆 就被我存在这个相片里面了 它就不会存在在我的大脑里 嗯 我就不会刻意去想起它 一直到我翻照片的时候 才想啊 我有在这个地方 我有在这里 吃过拉面 吃过盐什么之类的 嗯 所以对于记忆被抽走这件事情 我好像就觉得反而很无所谓 嗯 因为我一直 它就像一个USB 我就是把它存进去了之后 就把它放在抽屉里 然后可以随时存去 对 这样子我就可以少花一些脑容量 去记住我的缓冲记忆体 就可以得到很多的空间 嗯 那这个呢 这本书为什么要叫做娱乐自己 娱乐自己一方面是 因为我觉得2020年 对集体的社会而言 是一个失去的一年 嗯 然后也是一个集体受限的一年 嗯 因为大家都困在原地 没错 然后这一年当中 我就觉得娱乐自己变成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那有一个很小很小的画面 其实跟娱乐自己 我觉得很有关系 是尤其是 我忘记是哪几月了 就是我就一个人在家里 然后就躺在沙发上 然后就是看那个Facebook的影片 嗯 那因为你看 它就是一直喂你 一直喂一直喂 嗯 然后我就看 比方说看一些那种人在跌倒的啊 嗯 或者是宠物的搞笑的 就是哈哈大笑 然后在沙发上一个人看 然后一直滑一直滑 不同的各种会让你很很迅速的笑出来的影片 然后可能就某一个瞬间 可能不小心手按到 或者是荧幕突然按掉了 那它不就会变成一个黑镜吗 嗯 我就躺在沙发上 然后我去看到那个 那个手机的镜面 映出我自己的脸 然后其实我是没有表情的 嗯 就是你笑完之后 那些很素食的欢乐 消散的很快 然后那个手机按掉的瞬间 我看到自己面无表情的脸 就觉得 这一点都不娱乐自己 我就觉得那个快乐 根本不快乐 嗯 觉得好像浪费了一整个下午 在那个沙发上 在那些素食的快乐当中 嗯 然后我就起来 我就开始 因为我 面就是好像我 瞥见了一个瞬间 某个可能很 我的很真实的样貌 是一个 你什么事情都没有在做 然后瘫在沙发上 呃 懒懒散散的 软烂的样子 嗯 我很想逃避那个状态 所以我就 把手机丢到一边 我就开始起来 就可能整理家里 或什么 嗯 就是 那一个瞬间 我觉得是那一个瞬间 种下了我所谓的 娱乐自己的 一个种子 嗯 就是什么事情 才是娱乐自己 嗯 尤其是在 过去去年 这样一个受限的一年 嗯 其实 刚刚你在讲的那画面 我就突然想到就是 虽然 陈英逊在 K歌之王里面的 那个 MV里面的那场景 就是大家都很欢乐 然后好像 他就是一个 很孤独的那个个体 然后 他是在一个 感觉好像与世隔绝的 一个世界里存在着 可是旁边人都 非常的吵杂 非常的欢乐 嗯 就让我想到说 有时候我们在 某一些的场景 就虽然很 很喧嚣 虽然那东西好好笑 你就是可以笑到一个 你就是胃都可以翻出来的那一种 可是当你出了内圣门之后 你会觉得 啊 我在干嘛 他就跟新年 我有存在在那里 对对对 就是跟新年烟火放完就没了 对 那种感觉 还有在那种吃年夜饭的时候 大家就是一直在那边讲话的时候 我就会突然 我会突然之间好像变得 很像是那种 电影画面的只有我一个人 然后我的那个空间是mute 嗯嗯嗯嗯 然后其他的 其他的世界就在动 就突然抽离了 对 那种感觉 所以才会 才会产生 你把这个书名 这书名是你自己取的 不是突然是自己取的 我自己取的 叫娱乐自己 娱乐自己 然后我很好奇的第二点是 因为我拿到Hush的这本书的时候 其实我一刚开始拿到的时候 我觉得这本书很棒 很棒的点在于 我其实很在意书的大小 而且现在其实 阅读电子书的人越来越多了 然后我就会觉得说 那如果电子书这么方便 就是打开 然后随开即用 可是我自己还是很喜欢 拿到实体书的感觉 然后我就觉得 这本书的size刚刚好 它不会是大到说 你带出去会觉得说 哎呦你今天带了一本书 想在那边假掰 假装文青 那种感觉 然后你阅读的时候 也不会觉得说 有点负担 然后这个重量 我觉得也刚刚好 然后我刚刚跟Hush聊天的时候 他就说 可是你也是因为 作品没有很多 这是最实际的原因吗 关于尺寸 我们真的有跟出版社讨论 是不是 我跟主编有讨论过 就是拿 我们还 很优秀 拿了很多不同的书的尺寸来比较 就是这个现在流行 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我真的一方面 是因为第一本 然后内容 我自己觉得没有很多 嗯 就觉得很 就心虚心虚的 想说 你真的是一个很容易 自我感觉心虚的 想说我们要不要自应大一点 然后只用厚一点 你很过分 当初就有这些讨论 后来就决定 其实这个尺寸好像 我喜欢 对 以短片闪文来讲 是很 很 很轻盈的选择 没有后来我去观察了 因为我还蛮爱光书店 很多短片闪文都会用这种size 因为它就是很方便拿 很方便阅读 然后就不会过于张扬 不会过于太有刺激性 然后你里面也没有那么多的图片 然后一些些存在的照片 都让我觉得 跟内文搭起来还蛮有感觉的 但是我会觉得 我今天看到 第一次见到Hush本人 然后听着他的很多的 创作的作品 词曲也好 我觉得你不会是一个 Tiffany 绿的人 真的吗 我很爱 是吗 因为你连书腰都是用Tiffany 绿 然后我那时候翻了之后 我看了里面的文字 我就觉得 你怎么会是Tiffany 绿的人 你告诉我 为什么用Tiffany 绿的人 我跟你讲这有一个小故事 来来来 那时候我们就在做设计 然后封面 书腰什么的 都已经弄好了第一个版本 然后我就是有一天 就无聊在滑IG 然后就看到葛达的线动 然后是郑怡农 怡农寄的书给他 然后我就看到那个封面 我就马上截图传给主编 因为那时候第一版的设计 跟怡农的书长得超像 真的假的 连那个书腰的颜色 特殊色都是一 就是很接近的 就是有一点裸色 裸肤色粉色的那种感觉 然后我觉得 而且也是封面也是 它也是好像是云朵 还是 它好像云朵吧 就是弄成那种黑白对比很强的 那我们的封面是有点像是墨水 或泼墨 就是很泼墨化 我喜欢 所以本质上都是一团迷糊 模模糊糊的东西 然后做成黑白 然后书腰又是一样的颜色 我就传给主编说 怎么办 根本就长得一样了 真的是长 我等一下可以给你看到 然后我们就紧急讨论 然后我就想说 那我们是不是就换一个特殊色 然后因为我很喜欢 粉红色跟Tiffany绿的对比 组在一起的 所以本来是有一点裸肤色 粉纱色的那种 那想说那就干脆选另外一边 就选了Tiffany绿 可是我会觉得你真的蛮奇妙 因为我觉得你的内心是 其实我觉得封面设计也非常好 因为大家如果进书局 或是在线上看的话 它的书封其实是一个 以灰色为灰白色为基底的泼墨化 它还蛮像你的创作作品 给人有一种 好想要继续了解这个人 挖掘这个人内心有什么故事 然后突然来了一个Tiffany绿 想说哎呀 哎呀 Hash是怎样 我觉得很棒 你真的有接收到我们 不是因为我也是一个心思比较细的人 就是我会看一些 大家可能觉得 就这样然后就翻过 然后就开始看里面的一些 我就会想要在意 我是在意那种小戏 所以我就一直很想要问你说 到底为什么 原来是有个故事的 所以你就把那个粉色拿掉了 就拿掉就换成我喜欢的 对比的另外一个颜色就Tiffany 了解 然后呢 我原本觉得这是一个散文集 然后呢 我抱持着 就是大概看散文的长短度 就发现里面 有一些其实蛮长的 有一些是 三句怎么就结束了 里面谈了蛮多你的生活 待会有广告之后 跟我们聊几篇 你觉得特别有感 或是我想要知道 你是在什么样的氛围下 写下这样的作品 青春有主见 他们最亮眼 POP有够劲 吃喝玩乐最有劲 1月30号 星期六的早上10点钟 欢迎再度回来 POP有够劲 我是怡沛 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 是带来她 第一本创作的三文集 叫做 娱乐自己的作者 Hush 在节目现场 好 这本书里面 其实你用了蛮多小巧思 包括了有 你平常在创作的一些手稿 你有放进去 有 所以你平常在创作的时候 因为前面有看到一些手稿 是 同样的字 你会写很多次 然后都化掉 那是后来是出版社 后来去弄的 还是原本手稿 就会长 原本就长那样 其实因为 比方说如果是写歌词的话 现在一定都是在电脑上作业 你不会拿纸笔写 我会先在电脑上 因为电脑 就是写的过程当中 你的思绪可能动得比较快 用电脑打字 可以很快的修改 可是如果 好 我全部写完了 我蛮确定这个final版本 我会再用纸笔 抄写一次 我一直以为 你是先用纸笔写 再把它放在电脑 用纸笔太慢了 就是比方说我想 我 所以你的那个东西 就是譬如说 你进来的那个灵感 是不是会突然之间有很多 还是说你必须要去推敲 要去拆解那些文字 突然间有很多 必须要推敲跟拆解 什么意思啦 那有回答跟没回答不是一样吗 就是突然会有很多 而且因为 比方说因为你已经可能知道 这个歌大概想要去哪里 哪里对 它的方向 它的 你就会大概 其实你大概可以想得到 我会用到哪些词 或者是 哪些字眼的氛围比较对 那个东西已经 已经在背景运算 standby了 对 所以在写的时候 比方说 而且要考量身运 有很多复杂的因素 所以 那个修改 我觉得是很及时的 但如果用纸笔的话 手的速度跟不上脑的速度 我就会觉得 那我就改完这句 那我下一句 到哪里 我会忘记 了解 所以这是让我们 但不是每一个作词人都这样的 对 好像不是 可是就你个人的话 你会比较像先用电脑开始 对 最后再用纸笔 写一次 对我而言 其实比较像仪式 其实在这本书里面 有蛮多篇 我自己蛮有感觉 其中有一篇 我想要特地跟Hush聊 就是 当一段关系 你写的是一个线 那一篇的title就叫做线 我喜欢那一篇 就是 少得没有用日本人了 なるほど 线往哪里 线这一篇 你是在写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你的形容很有意思 我一开始会想到线是 我觉得可能是灵系吧 就是那个流年 手心突然长出纠缠的曲线 然后我就对于线这个形象 很感到兴趣 我就想说 比方说两个山头 各占了一个人 然后就是很像动画 然后两个人因为很思念彼此 然后头发越长越长 然后最后头发纠结 风吹 缠在一起 那种 那种过程 我觉得很像是思念的具象化 所以线这件事情 就很常被我拿来在想象思念这件事 然后像书里面提到 我有一次刚好在澎湖 跟遇到朋友嘛 然后分开了之后就想起线这件事情 好 包含比方说我们很常讲 什么感情线啊 生命线啊 等等 就是线的这个形象 在从古至今的很多作品当中 我觉得都好像被赋予了一种挂念 不管是 甚至慈母手中线也是 对耶 对耶 对 而且那么古老了耶 对 古代 就是很多的 就是线这个东西 虽然很细 可是它用来形容两个人之间的羁绊 我觉得非常的有利 可是我喜欢的那一段是 我从来没想过说 当然如果这一段关系 有一个人决定 譬如说把那个线剪断 或是要拆解 拆掉那一个线的时候 另外一边被挂着的那东西 就会变成另外 那个已经放掉的那条线的人的一个 累赘 累赘 我喜欢你形容这件事 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 我那时候想到这个 我就觉得 天哪这件事情很痛 就是 我觉得很过分 那个人怎么可以这样 把线剪断 我那个心还没有要收回来 就是本来 本来叫做牵挂 但是后来变成累赘 就是在文字的形象上面 我觉得从牵挂 牵挂本来应该是 有爱的 有思念的 可是 有一方突然决定不要了以后 你原本 原本一样都挂在那边的东西 本来叫牵挂的 后来就变成累赘 然后我就觉得那个一瞬间的转变 不管是阅读起来 或者是其实你真的想到 那个一瞬间的转变都是 很强而有力的 可是其实很 是蛮恐怖的事情 我能够想象这个画面 因为你形容的非常的具体 在这一片的最后 我觉得变成了一个 毛骨悚然的 惊悚故事 竟然连无名诗都出现 但我觉得被丢弃的那个 也不是被丢弃 先放下那个人 就是说不要的人最大 说不要的人 能够拥有完完全全的主导权 不要的最大不是吗 不爱最大 不爱最大 所以那个被留下的人 就是变成一句无名诗 你知道我昨天 很可怕 我昨天突然有一个新的体悟 跟现在没有什么关系 但我昨天突然有一个 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有一个新体悟 就是 我就想到玩伴这件事情 就是我就在想说 会不会有很多的人 其实在感情关系当中 他寻求的价值就是被丢弃 就是被丢弃这件事情 是他存在的价值 为什么 就比方说 今天我们两个不是很 根本不是什么认真的感情关系 然后比如说我作为一个玩伴 我只是你的玩伴 我可以是你最好的玩伴 那就是任何以玩伴的姿态出发 所给出去的奉献 他都因为 因为我是玩伴 所以我给出去的奉献 终将会消散 终将会被消耗掉 会被使用完毕 那被这个使用完毕之后 他一定会被丢弃 所以我作为一个玩伴 就好像是我作为一个消耗品 等着被丢弃 我只要被丢弃 就代表我存在了 我懂我懂 那是一个 很不健康的想法 对 你不要那么不健康 我不要按对 我只是 昨天突然有一个很强烈的这种体悟 不是 可是你现在在讲这件事情 其实每天都在 不同的关系里面发生 其实也许这种关系是 我们不敢承认 或不代表它不存在 就即使它存在了 也许你爱于面子 你会想要把它包装成一段 你觉得好像是 平行 或者是在一个天平上 是并行的一段关系 可是事实上很多台面下 你只有你自己心里知道 你是不是那个玩伴 或是你是不是把对方当玩伴 或是你是不是找了一个 对方以玩伴存在姿态的一段关系 就我觉得 追根究竟来讲 应该就是说 自我的价值不应该建立在被别人丢弃 这件事情上面 就是我不应该透过你的丢弃我 来确认我的存在 所以我就在想说 那如果发生这种事情要怎么办 比方说像那个 写心爱情故事 也是像这种价值观 所以才会讲说 不要还给我 我送你的东西 我把我自己的肉割下来送你 那是我对你的爱 你不要还给我 就是这首歌也是跟这种体悟有很大的关系 了解 可是其实在这本书里面 有谈到了很多 跟孤己有关的 跟孤独有关的 然后马莎帮你写序的时候 他还说他其实蛮后悔 他原本答应帮你写序 可是看了你的整个作品之后 才发现 你是一个 我不知道 你写的好多故事里面 其实都有微微的孤己 我有读到 你是一个害怕孤单的人 还是说你是享受孤单的人 我享受 我觉得我蛮享受 因为孤单所以自由 而且孤单是我很大的养分 就是 所以你才会去日本那么久 去两个礼拜 我觉得不管什么形式的创作 孤单都是 创作者必须要面对的 其实我懂 因为我其实观察了这么多 无论是歌手也好 或是真的是创作型的歌手也好 在他们就是 家庭幸福生活美满的时候 他们的作品相对就会减少 就是在你 什么都 譬如说你的观感都被满足了之后 你在一个很安逸的状态 你就不会有那么多 愤世忌俗的位置 然后不会有那么多 莫名其妙的伤感 然后不会有那么多的失落 跟忧伤 是 所以我觉得孤独必须是 创作者存在的必要 而且你要写出来 你必须要反除 那个反除的行为 是只有自己难做 如果感动不了自己 你就别想拿这个作品 去感动别人 就是别人也不会有那种 心有气气的感觉 但是在这本散文集里面 其实有一篇 你是因为这一篇 产生了一首歌曲 对 这篇是 然后其实歌也好 跟文章也好 这两个作品的最源头 最源头的灵感 其实是来自一个纪录片 然后那个纪录片是一个 在纽约上班 就是所谓的拥有人 呈现的工作 可能薪水很好 然后他决定要离开纽约 因为他很喜欢当背包客 那他就动了一个 纪录片的念头 他想要去记录更多的背包客 那他就在旅行当中 我记得有荧幕是 因为让我非常印象深刻 以至于有后来这两个作品是 他在那个片里面 他讲到一件事情 他某一段时间 在某一个青年旅宿 可能住的比较长的时间 所以他面临了很多不同 来来去去的背包客接触的人 那他就是每天 就是你从哪里来 你做什么工作 就是这种例行性的问候跟社交 那他就在那一段的后面 做了一个结语 因为他觉得 面对这么多不同的人 来来去去 然后他一直在说再见 讲到最后 他已经不为此感伤了 就那种感觉 就哦好 那你保重哦 拜拜 就是让我开始去想说 当说再见这件事情 变成一种技能 变成一种打电动一样的技能 你学会了 你习得了这个技能之后 当你在使用这个技能的时候 你还会有感觉吗 你还会因为告别 因为分离而难过或感伤吗 你知道最大的差别在于哪里吗 在于我们有没有付出 因为我们现在 为什么不能好好的说再见 以及说说再见 为什么会有伤痛这么久 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已经付出很多 然后也许我觉得我 心里面微微的衡量 该拿到的回报也好 没有达到一个平衡点 所以才无法好好说再见 我想要科普勒这首歌诶 突然 是不是 你知道那首歌很妙 那首歌是我写给我死掉的鱼 然后那个我为什么会写 就是像你讲的我们有没有付出 结论就是我养的一只鱼死掉了 它让我去思考 这个鱼可能只有几公可重 可是它带给我的感觉 就它带给我它的死亡的感觉 可能是跟人一样几十公斤的 我感觉到的重量是几十公斤 我懂 所以我就想 我就想你讲 就是我们付出的多少 在面对告别失去的时候 就会得到同等的反馈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要如何 像你里面写的这批也好 或是大家去听一下Hush的歌 这首歌的歌词我也很喜欢 就是练习说再见 所以你有每天在练习说再见吗 有我每天都想 就想像我如果回到家打开门 看到我的猫死掉 不要这样 那我每天会哭死 因为我也养猫 就是 我没有办法 我现在光看 我光想到 就不行 完全完全不行 你不要再一大早 比赴我 你怎么可以 就是 还是得要面对啊 我知道总有一天 那一天会来 对 可是我 我之前就在 我自己的粉丝团 就发了一篇文章 就说 我觉得人不管长到几岁 你经过我经历了什么 我 我就是很 还是没有办法好好的面对那种 有人突然不告而别 没办法 所以要练习啊 所以你每天都在练习 说打开家门 然后就想像你的猫死了 也没有到每天啦 可能就是比较容易会想像那些场景 比方说甚至是像 虽然这样讲 我觉得好像有点不近 但是我外婆过世的时候 也是火化的那一天 然后我妈妈跟她的姐姐妹妹们 就是哭得很伤心嘛 然后因为仪式的关系 就是会说 外婆赶快跑啊 对对对 然后我 我当下其实也是很难过 因为我也蛮喜欢我外婆 可是在那个当下 我居然在想说 人类对于心体的眷恋 竟是如此的深 我懂 就是我当下有一种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一方面 想要抽离 让自己不那么感伤 可是 我觉得某一个 角度看起来 我其实好像也是在练习 说再见 就是我练习让自己抽离一点 然后好像比较旁观的角度去看 反而让我可以 比较好的 去说再见 我突然你在讲到外婆的事情 我不是在讲不尽 我突然想到一个那个动画片 里面那个主题叫做妈妈coco 就是 coco也怎么会 对对对对 就在讲说 其实你的灵魂 真的会在这个世界上 就是再也一滴都不剩的时候 是当这个世人 没有人记得你的时候 我觉得好悲伤 超悲超悲 我觉得好悲伤 为什么那部 那个动画看得我哭死了 但他讲得很好啊 但是我觉得他讲得真的非常好 我不知道你刚刚在讲外婆的时候 我突然想到这里 好 我们必须要先进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还有一点点时间 再来跟我们分享 青天雨天 每一天都像你 HOP RADIO 是我氧气 HOP RADIO 就一起 在一起 青春有主见 他们最亮眼 HOP 有够近 吃喝玩乐 最有近 好 今天在节目的最后一个阶段 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是 音乐鬼才Hush 带来他的首本创作 叫娱乐自己 现在在各大书局 以及在网络商店 都有在贩售 都可以买得到 我其实自己蛮喜欢这本书的 好 来 我这本借你 刚刚前面 前半段在讲的都是 我自己对于这本书里面 比较有感觉的几个篇章 你自己呢 没有 我刚刚是要找手机 我是想确定那个农历 大年初一是几号 大年初一好像是2月12号 2月12号 因为我刚刚就是在想说 哪一篇我很喜欢 就是我自己很有感触的是 有一篇叫新年快乐 那个是2020农历过年的时候 发生的事情 是不是你在写一个司机 对 写一个问讲大哥 是 就是过年 然后我就坐高铁嘛 然后到左营 然后又回屏东 所以路程很长 然后我就遇到一个 我在左营高铁站就遇到一个司机 他蛮健谈的音乐开得很大声 然后是算好聊的那种司机 然后就聊了聊 他就说 他说我最讨厌过年这种时候 他不是 他是很聊天式的口吻讲 他就说为什么 他就说 因为他 他说他小孩子住在台中 然后也是十几年没有联络 然后爸爸妈妈好像也过世了 还是怎么样的 就他在跟我分享 他的 人生故事 他就说他想到 背从中来 四个字就是在过年的这种时候 然后尤其是 那车越开越接近我家 就会看到有一些 有几户人家会在自宅的一楼 就是 可能烤肉啊 打麻将啊 就是在聚餐 然后那个对比我觉得很强烈是 这样的一个场合 他在过年的时候载了我 我要回家跟家人相聚 而他却跟我分享了一个 这么不相聚的故事 然后周遭发现旁边的人都在 所有的人可能都在跟自己的家人团聚 然后我就让我觉得他 用很商业的 很官腔的讲法来讲 他就是在那个车厢里面娱乐他自己 他在跟我分享他的故事的同时 是在娱乐他自己 然后我就在想说 如果我今天是这个司机 说不定我也可以得到很多不同的故事 就是我今天只是被他这么在意成 然后我就得到了他的一个故事 那换作是他 他会不会听到更多不同乘客的故事 了解 可是你获得了他的一个故事 你还不给人家现金 因为我就用刷卡的 超过分的 我用绑定支付啊 虽然大家现在都绑定支付啦 但是你就是你知道 听了一个故事也是要配一点钱之类的 所以他一整天都没有收到现金 这件事情是so sad 但是他第四趟没有拿到现金 然后我就觉得不好意思 心里会觉得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然后到我家的时候 他也是就我妈妈出来探头嘛 然后他也是跟我妈妈聊个天 然后他就说小陈再见啊 新年快乐这样 然后我就觉得那种很 乡土味 很亲切的那种 小陈会这样叫人家的那种大哥 我就觉得那个瞬间 我好像是他最亲近的人 就是浪漫的来想 我会有这种想法 突然觉得是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上车了 然后这个故事送走他下车 他就是每一天不断的在 搜集故事 然后让故事下车 收集故事让故事下车 所以其实问奖大哥 他才是心里有最多别人的秘密 跟别人故事的人 他才是偷故事的人 对他才是偷故事的人 他比较适合唱阿妹那首歌 他应该是最适合唱张慧妹哥的人 好今天跟Hush聊天真的非常的开心 那如果想要多了解他的作品 他的第一本散文创作集的话 我觉得这本书阅读起来 是会让大家很有意思 说不上来心情好或是坏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淡淡的收获 然后会有一种 你也许你可以获得几篇 是可以真的放在你心里的 最后不免俗的 我们还是要来听一下 既然你就是里面有 这个 同名 同名的 人家都说同名专节 同名单曲 同名的单曲 叫做练习说再见 谢谢Hush 谢谢